很想一生跟你走 各位同學晚上好 音質還不錯是不是 那唱歌咧 我跟你講我今天用新的 今天新配備 我直接就處理無限麥 那根毛毛的不用了 雙陰道 靠腰啊 雙陰道的意思是怎樣 兩邊都可以處理 冷凍科之光沒有啦 我讀冷凍科最後也沒有做冷凍啊 有什麼用 所以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念什麼根本就不重要 通常啊我周遭也是 通常這個念的科系跟工作 真的不太有完全一定的關係 你在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你高中大學的時候 你根本就壓根就不曉得 你的興趣是什麼啊 我跟你講啦我們全班啊 現在有在做冷凍的沒幾個啊 所以其實不太一定啊 我真的覺得 學什麼跟你最後工作 真的不太有太大的關係 不用想太多 出社會自然而然 你才會知道你的興趣是什麼 店裡有八人座沒有啊 我店裡比較少八人座 其實我連那種正七人做MPV都很少 我店裡了不起 目前的那個設定頂多 可能是在5加2吧 我現在突然沒有這根麥克風很奇怪耶 等下萬一我興致意來要唱歌 這個音質可能不行 我們這種這個高級的麥克風才能夠突顯出我們細膩的聲線啊對不對 賣車估錢 七況不好建議烤漆嗎 不建議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最近也遇到一個說 小四哥很多遇到說 我是不是要這個烤漆完再去估價 我跟你講不要 昨天也遇到一個 車子弄到沒電 那我想賣掉賣給你 我是不是要去換一個新的電池給你 不用 我說你把它接發開過來就好了 好不好 你們買電瓶沒有買電瓶便宜 你要賣了你就不用去花錢弄都弄西了 車商在弄都比你們便宜好不好 有要案例分享嗎 沒有最近公平浪靜 這一兩個禮拜其實都很少收到這個被騙 我覺得不知道這是好現象還是不好的現象 就是越來越少人被騙了 就代表說我們的這個宣導是有效的 大家已經大概都知道二手車這個行業的套路 然後這個不好笑的地方就是我沒有東西可以講 疫情比較少人買車就比較少人被騙 有可能 不過還是可以分享 我前兩天才發生的事情 那小朋友他一來就說有沒有像A-Class 或GLA 180那一種 那我就不以為他嘛 我就想說不錯 後來我就說你很高你186公分 我說這個A-Class GLA你可能會太小台 他說會嗎我覺得還好 我說剛好我店裡面有一台那個B&W E系列 我說你可以先去試做一下 我覺得A-Class可能大小就跟E系列差異不大 然後他說這麼小 我說對啊你186公分這個太小了吧 然後後來聊聊聊才發現 他一直以為A-Class 或者是GLA 180可能大概60萬就買得到 他說我看都差不多 都賣60幾差不多 我說一想 我說我知道 我說你是不是最近才開始看車 他說對 我說你是不是都到網路上某數字網去看車 他說對 我說那你應該是受到這個假價格的影響 他說是喔 為什麼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嘛 我之前很久以前直播就講 比如說你要找某一款車 然後你把它搜尋出來之後 你把這個最貴的一兩成拿掉 最便宜的你可以拿掉六成 那你就留中間的大約兩三成 然後來參考他的價格 那我也跟他再講一遍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 我說啊就是故意看得很便宜啊 他說那他這樣有什麼好處 我說很簡單啊 就是你就會打電話去約看車啦 他說那我去看的沒東西怎麼辦 然後他就會用別的方式說服你看別台 那剛好就跟他討論 他說喔難怪我看那個魂洞的馬三啊 他們一台都只賣30萬而已 我說我看30萬很夭壽啊 那好死不死喔 正好當天就有一個粉絲朋友 開了一台魂洞馬三來估 行不郎當我們估40幾萬 他在現場也聽到了 我說你看這個我們收就40幾了 請問一下你在網路上看到那些 30萬30幾萬的 你覺得是真的價錢嗎 不是我覺得人是這樣喔 我遇到很多一個情形就是 客人來到現場以後啊 那我們跟他說明說啊 上面可能都是看一些過低的價格 什麼什麼什麼的 他會覺得我們在洗他喔 我們想要賣他貴一點 所以在洗他那家也是假的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常常遇到這種 我看人家賣都賣20-30萬 為什麼小師你跟我講說這要40 你是不是想要賺多一點賣貴一點 所以通常遇到這種的 我都說不然你去啦 拜託你快去看 你看好你才回來找我 好所以其實到最後有沒有 就覺得說反正這個不讓他們去試試看是沒有辦法 多說無意啦 後來那天我跟弟弟聊了很久 我說其實第一個用我的方式 再來第二個如果說你 你在找的車款啊 廠牌啊 原廠是有這個認證中古車的 那你可以去參考原廠認證中古車的價格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個正確的行情 你只要記得他是高標就好了 不管哪一個廠牌的原廠認證中古車的價格 一定是高標 至少你才不會被網路上那個過低到誇張的價格 所騙的 因為那會對你自己的荷包估計錯誤估算錯誤 所以你看那天來聊一聊以後 他就完全把雙B放棄掉 他知道他可能他買不起 他覺得他雙B買得起是因為他看到賣60幾萬 他覺得好像還可以 那只有40是60幾萬是買不到的 所以會變浪費消費的時間 你用錯誤的價值去評估了 所以那天我又跟他講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他就完全就改觀了 就變成只能找日本車啊 不敢車啊 年份不同里程不同 一車一礦範圍很廣 如何去投去尾取中間 很簡單啊 他有那個價格篩選嘛 年份篩選嘛 你就把那個年份訂出來之後 你把它剔除掉就好了 你把它剔除掉就好 我跟你講嘛 先不管年份不同里程不同 你先把大約的行情大概知道出來 那你再去深入討論一車一礦的問題 剛剛有人問說為什麼我會去買三缸的218 其實我當初就單純是喜歡那個外型 沒有研究那麼多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覺得 我對於三缸其實沒有怎麼樣的想法啦 因為我覺得三缸也許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我也想回來試試看 我唯一就是沒有料到那個變速箱而已 對啊 我是覺得他的車型很漂亮啊 所以我才買的 那三缸還是可以試試看啊 還是蠻有趣的啦 有啊米漿我跟你講米漿就是要開八速手自排 真的好開 請問小吃路上的車車牌我們都看到 為什麼大家都要把照片或影片裡的車牌馬賽克 其實不一定喔 馬賽克的原因其他車行我不曉得 那如果我這邊我會馬賽克的原因都是車主的要求 因為可能他不想讓某些人知道車被賣掉了 或是等等的原因 我們通常都是被要求的 然後外面有一些車行其中有一個原因是說 其實他車是流動的 也就是說其實你在數字網上面各大網站看到的車子 很有可能同一款車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商家在PO同一台車 所以他如果車牌PO上去的話 你就知道這都同一台 對不對 那他讓你不會覺得說是同一台嘛 所以他就都有機會賣到這台車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啦 那其他我不曉得 長下坡是要用引擎煞車還是踩煞車就好 我問業務 業務指揮我 你覺得引擎便宜還是煞車皮便宜 他這樣講也沒什麼不對啦 可是你要看你那個下坡到底多長 因為長下坡要用引擎煞車是因為說怕你煞到最後你的煞車過熱失靈 所以我覺得要用什麼方式取決於說你的下坡到底有多長 不過坦白說我目前以我開車遇到的狀況 很難遇到煞車失靈 那是以前比較舊的 以前我們這個像我小時候父母親的那個年代 那車子的散熱性能沒有那麼好的狀況 的確有可能會發生這個煞車失靈的狀況 比較常見 所以我之前有一集的影片有分享 在一些風景區的長下坡 沙包讓你去撞的 所以在以前的確是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幾乎開車到現在沒有遇過 我所謂的下坡下到煞車失靈這個狀況 我是沒遇過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老司機遇過啦 所以他講的也沒有錯 新KUGA2.0感覺與評價CP值很高啊 那個應該可以買吧 我覺得KUGA新的可以買啊 為什麼有什麼好懷疑的 你認真比起來 比較起來真的嗎的 同級車真的很難有對手 小師哥是不是沒收Outlander 有啊只是比較少而已 我有很多車都是屬於一種 我不會特別去買回來賣 但有遇到車況好我就估 Berno每次上架很快就賣掉 有沒有像Berno這種 我就是會特地出去找回來賣的 因為他就是賣得很好的車 我才會去特地找回來買嘛 所以其實我會特地去找回來賣的車子 其實不多 所以其實你們剛剛講的 不管Outlander也好啊 還是其他的車 只要那種就屬於人家開來估車況好 我就收就這樣 B&W2015年X5系列有什麼東西 B&W都是那些問題而已 你上網找一下 無非就是那一些油風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氣門油風啊 那個水管啊 街頭啊 耗材啊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其實B&W的引擎的工作溫度很高 他引擎的工作溫度設計的都很高 你如果有開B&W 你有接那個 你可以看得到你的溫度數值 或你有接OBD2 你去看你的溫度 B&W普遍的工作溫度 都在105到110度 很高 水溫啦 我說的是水溫啦 引擎他的溫度會更高 但是光水溫就105到110度 很恐怖 可想而知 他周遭的那一些管路啊 街頭啊 耗材啊 油風啊 感覺上面就會比較快衰退 所以就會造成漏油啊漏汽啊漏水啊 你甚至從這個136的那個年代 都是一樣的問題 一路到現在B&W就那一些問題 就是那個機油不夠亮機油燈嘛 亮機油燈機油不夠兩種嘛 一種吃掉的嘛 一種是低調慢慢漏完的嘛 這樣觀察起來大部分都是這些問題啦 油溫過高對車有什麼傷害 油啊 當然都傷啊 全部都傷啊 只要油會經過的地方都傷啊 因為引擎的這個機油 他其實有一個最好的工作溫度 就是可以提供最佳潤滑的一個溫度的範圍 你如果超過了是不是他的對於氣缸潤滑的那個效果就會打折 那你就容易磨損 磨損久了 嚴重就燒掉 不嚴重就吃雞油 低溫水龜有什麼不好 其實低溫水龜他 我記得沒錯的話 小時候的低溫水龜好像都是提前大概5度到10度會開啟 其實我覺得那個還好影響不大 可是因為大部分的低溫水龜 以前那種機械式的低溫水龜很多都是外廠副廠做的 所以萬一 萬一他做的不好的話 你本來想說要換個低溫水龜來保護你的車 結果你換到一個副廠低溫水龜 反而有一天他不開結果你就沖掉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我還蠻建議大家如果有一些老車 可以裝OBD2的 或者是你喜歡玩一些老車要裝一個水溫表 我覺得水溫表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過以前的那個溫度表汽車比較舊式的溫度表的指針 真的你看不出他的溫度變化 他從90度到105度都大概在這個位置 你不會察覺到他有動過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通常你看到他起來都已經慢了 真的那個有用嘛 你每天看他都100度 每天看到100度 奇怪怎麼會今天跳到108度 那你開車的人你就大概知道 一定有個地方怪怪的 不然不可能會這樣 而且都一直壓不下來 還慢慢一直往上慢慢一直往上 那你就知道有問題 你就可以及早靠邊停 才不會造成你的車子的損傷 所以去監控好你的散熱系統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水溫幾度正常的你要去查一下你的車的廠牌 老車如果不支援你就只能接三通 接溫度感應器拉線三環表 花個小錢可以避免你花大錢 這個以前拍影片會據說Toyota沒有熱情 也只是硬顯而已 你如果站在一個經濟的角度來看 坦白說就是ToyotaLazos 這種就是安全牌 對荷包是安全牌 Fiesta Tida Vios推哪一個 沒有要看你的用途啊 來來三台車剛好有人提 你如果Fiesta的話就是很 裡面我覺得是最小的最靈巧的 然後這個又帶有一點安全感 但他不是最省錢 他是最不省錢 裡面這三台最不省錢的車 Tida是裡面空間運用最大的車子 所以你需要空間你就買Tida 他是最中庸的 這三台裡面來比 那Vios就是什麼都不想 你就是以經濟為出發點就選Vios 這三台車比起來是很簡單 雖然他們不算同級車拉 可是你竟然有列出三個 我覺得這三台車就是這樣在比 都還可以接受 都在你能力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Q50的300GT值得買嗎 值得啊 可是他等他便宜一點 那個我跟你講 那個牌子的車都這樣 沒有人買他就便宜很多 就折很多了 你就可以去買了 不過我剛剛有看到有一個朋友講到一個重點 真的啦 你爽就好 買喜歡的就好了 我常都跟你們大家講這個媽 交女朋友啦 你今天交這個車子 朋友都跟你說這個車子不好 你老婆老婆也跟你說我沒介意 你不是愛到要死 對不對 啊你喜歡就好 你管那麼多幹嘛 人家說BMW會怎樣會怎樣 那你就愛 愛就好了 管那麼多 不是啊 人都這樣嘛 你以後這個娶老婆你去娶第二喜歡的嗎 你不娶最喜歡的嗎 你永遠都要娶第二喜歡第三喜歡的嗎 我就是選我愛的女生啊 家人朋友說不要 其實我現在離婚了 我早知道 我跟你講 就算早知道你還是會去做 這跟飛蛾一樣 飛蛾鋪火 好不好 就算你當時早知道你還是會這樣做 人就是這樣 不到黃河心不死 不見棺材不掉淚 好不管怎麼跟你講 怎麼跟你證明 你有一個朋友回來說 我跟你講 我從2021年回來告訴你 你會離婚 千萬不要 我跟你講 你有說你好小啊 你滾 2021年嗎 你當我傻了 我就是要跟他結婚 我跟你講啊 那個不用後悔 這就是你的人生寫好的劇本 你就是要這個陷下去 然後娶了他 然後離婚 然後造就現在的你 然後你就這個level就提升了 剛剛有人講的對啦 你不是更後悔 海海說的也沒有錯 你當時不是你 反而你更後悔 你一直到2021年 你還在想說當時我應該娶他的 我跟你講人生就是這樣 等你吃到這個會手你就知道啊 其實我覺得買車有時候 像我接觸很多客人 其實買車還是有分性格的啦 就是每個人 依照他看車的邏輯 找車的方式 你可以看得出這個人有沒有組件 其實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們去買東西 真的很明顯 比如說一對男女進來 夫妻也好 男女朋友進來 其實遼媒局大概就知道誰做主 有時候很明顯是女生是做主 有時候很明顯是男生做主 有時候呢 你從觀察是雖然表面上男生做主 可是其實女生在旁邊 站著很重要的軍師的角色 所以有時候我們當這個業務工作做久了 其實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是你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有的男的來這裡大班你知道嗎 有的男人來這裡 不會 我跟你說啦 小四 我買車沒有你問我母的啦 我跟你說 要母帶回來 男人 男人 買車 男人 什麼 有錢沒錢 他還要塞車 車都我在塞 怎麼他在塞 我送就好了 小四 我跟你說 你今天不用擔心 我處理 我處理 我會割力 我會盡力 我會盡力 我跟你講約是這樣講的 媽的 就是要問老婆啦 真的能做主的不會這樣講話 小四不知道你 你跟阿管的誰比較小 我黑人哥耶 男人 黑人哥駕到 我黑人哥 你在說什麼 現在年輕人都沒真操 什麼魷魚 遊戲 現在每天 拍名片 三角形 圓形 正方形 不知道想說PlayStation 每天FB在洗版 好像沒看那個就落伍 你就是不見了 韓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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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他來韓我洋 不要 魷魚遊戲 你有沒有看魷魚遊戲 沒有 不准看是不是 我今天要看耶 不准看 我跟你講 看離婚 我跟你講 那我要去看 對 碰肝照片 最近都那個 老高說如果你沒有看的話 你就沒有朋友 要有朋友就要看 我不用 拜託讓我一個人 讓我一個人靜一靜 我想靜靜 靜靜是誰 CRV一代整車翻新的難度價格 CRV一代應該會蠻貴的 因為 CRV一代的零件超貴 我不知道在貴三小 而且它的那個升降機超容易壞 而且超貴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翻起來不會太便宜 車上出現蟑螂 水煙啊 跟那個 蟑螂有沒有 現在有那個蟑螂藥有沒有 圓圓的那個 裡面有藥劑那個啊 放在車上就好了 不要再點台語歌了 我 我是 International的耶 我華語市場耶 我不是台語市場耶 我問天 我問天 甘會當 麥聰敵 好啦 今天時間差不多啦 謝謝各位的陪伴 好不好 我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很快就過了 禮拜二去看車沒看到我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